嗨 大家好 今天這支影片呢 是超級久違的Costco開箱系列 對 超級久沒有拍 超級久沒有拍 因為我們上一次的Costco系列 我記得已經是四五個月前的事情了 然後我們這段時間都一直 就是沒有什麼機會去到Costco 然後上個禮拜 上上個禮拜 我們有去一趟Costco 就是買一些自己的東西 然後那個時候發現 超多沒有看過的東西 很多都沒有看過 然後都很想吃 都很想要吃 所以我們想說 好 我們這次呢 我們就不跟買了 我們就直接挑 你知道 很吸睛 對我們來說覺得 感覺很想要吃吃看的東西 對 真的很多新的 而且看起來就是 很想要買它 真的 但是我覺得我們這一集 好像也不是新品開箱 因為我們也不太知道說什麼是新品 像包含這個 這個看起來超好吃 他們出的韓式看起來都很厲害 這個是韓式的泡菜水餃 這個 掛包 掛包也看起來很好吃 所以呢 想說今天來開箱一下 我們的Costco戰利品 對 看一下有沒有好吃的 再推薦給大家 沒錯 我們先幫大家吃 OK 那我們就來開始開箱 我們這個 身後的所有戰利品們 通常我都會先從小東西 就是例如說餅乾開始開箱 但是由於現在實在是太餓 我有一個超級想吃的東西 這個 大家這個我沒有看過耶 而且我也沒有吃過 你有看過嗎 這個我沒看過 沒有看過對不對 一次給四隻蝦子 但是呢我光看 它的這個上面的這個蝦子 應該是我們之前買的那個冷凍蝦 但是這個蠻貴的 這個蠻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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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很貴 等於一顆 一百三十四 一個一百三十四 對 成分蠻高的 真的很貴 我這個人也是超級喜歡吃淡沙拉的人 然後你又愛蝦 我又愛蝦子 這個不可能是難吃的東西 大家而且它很貼心耶 它又把那個尾巴 對 它整個尾巴是整個去掉的 所以應該是蠻方便吃的 怎麼樣 真的假的 你不要浮誇耶 來說明一下是怎樣好吃的 第一個它的淡沙拉 蛋味跟那個奶味 非常的和諧 而且它的淡沙拉裡面 它也有蛋白的切塊 很有口感 這個蝦子還蠻甜的耶 跟我們之前買的那種冷凍蝦 那個吃起來那個感覺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那個超好吃 等一下 你要想等一下還有超多東西哦 好 這超推耶 很好吃是不是 它剩沙拉帶你很讚 淡沙拉超好吃的 很濃 我覺得即使它沒有這個蝦子 光是它的淡沙拉我就覺得很好吃了 嗯 它的蝦子呢 它其實也沒有特別調味 但是它那個鮮甜味是真的有出來 嗯 但它就是一個130 好像就有一點稍微貴的點 但我覺得大部分是因為蝦子的關係 但我覺得真的有興趣的話 這個是真的可推的東西 嗯 這個好吃 好 那我們就來下一個東西 這個我超想吃的 這我們也超好奇 你看 可麗餅 很厲害 這應該是比較軟的那種可麗餅對不對 對 藍莓口味 哦 它裡面是有藍莓跟這個應該是奶油吧 如果這個然後放在很漂亮的盤子上面 這個真的騙得了人 這個可以賣100公塊哦 真的 好好吃哦 它的藍莓整個會炸開在你的嘴巴裡面 它的藍莓醬也很香 奶香味很足 不會是那種假假的奶油 超好吃 我覺得主要的精髓是在 第一個是它的外皮 它的外皮還蠻Q的 還蠻好吃的 然後再加上藍莓醬 滿滿的藍莓 對啊 它的藍莓醬其實真的很多 整個吃下去的話 藍莓醬是爆出來的一種 這一個一定要買 必買 必買 這個必買 就是我們認證的 這個很有可能 將會是我們今天的第一名 因為我們今天的話 我們最後想要來排名一下前三名 這個除了好吃以外 我不知道我該怎麼形容它 如果大家有機會遇到它的話 一定給它放進你的那個車欄裡面 然後它的藍莓醬也不會太酸 它的藍莓醬完全沒有酸感 它就是完全是甜的 如果不喜歡很甜很甜的人 搞不好會有一點排斥 對 因為它蠻甜的 它真的很甜 但是因為我是螞蟻人 大家應該也都知道 所以我超愛 但美根它其實也不是超級螞蟻人 可是美根很喜歡 對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 應該蠻多人都會喜歡的 它藍莓超大的 超大 我的大母哥是這樣 它其實真的蠻大的 這個大母哥真的蠻 不是大母哥 但是大家誰知道我的大母哥是多大 美根她說她受不了 她現在她想要先做這一個 吃完這就好想吃泡菜 真的 你可以在平米鍋做 然後也可以氣炸鍋 也可以用煎的 或是微波爐都可以 那我們今天要怎樣 不然我們就用氣炸鍋 然後180度 它上面寫10分鐘 所以我們就180度10分鐘下去好了 看看它裡面長什麼樣子 它不是分窗的耶 它裡面就是這樣子整個外露出來 超香的 這應該是我們剛剛放在外面 所以它有一點點解凍的 但搞不好這樣做起來 應該更好吃 而且我發現說 它這個底座的皮啊 有被設計也就是比較厚一點 所以它應該就是 你要煎的時候 應該就會比較酥脆一點 好 那我們現在在等待的時候呢 我今天買了這個 然後美根說 覺得這個東西 真的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的隱形眼鏡 各位 我真的是很挑隱形眼鏡的人 就是這一個隱形眼鏡 大家有看過它嗎 我真的覺得它是一個好物 當初我完全不知道 它在Costco在賣 後來是我在Instagram上面說 我在韓國買這一款 我的眼睛呢 一整天都超潤的那一種 然後呢 因為我每次我去到韓國 我都一定會買他們家的 這個隱形眼鏡 大家都說 那個在Costco在賣耶 我心想說 但是我覺得偏貴耶 我原本是用新歐的 這個也是我很推的 這個兩款超級好用 各位 但就是如果是以固定 牢固性來說的話 我覺得是這個比較有 所以我就覺得說大家如果呢 對於就是隱形眼鏡 還沒有一個自己的心愛的話 我覺得這個可以試試看 然後新歐也很讚 我覺得這個兩個都可以試試看 但新歐好像比較便宜一點 便宜很多 便宜滿多的 然後它這個是真的滿貴 可是我覺得它的舒適度來說 很讚 這個我們從來沒有看過這個口味 一個是果汁 一個是蔬果汁 然後他們的這個果汁品牌 我們在很久之前 大概在兩三年前在拍Costco的時候 我們有跟大家推薦說 就是我們超級喜歡喝 他們家的那是柳橙嗎 那是柳橙芒果汁 那個我們真的有夠愛喝 然後我們這次看到 我們去到賣場的時候 他們就在發試喝 從來沒有看過這個 因為搞不好也是新品 我們就想說 我們想要來買來試試看 而且你看它這個上面 有寫的這個是原汁100% 大家我現在我看了這個後面 它的成分來說的話 它是芒果 火龍果跟芭樂 然後是完全沒有加水的 喔好稠喔 大家看得到嗎 這個超稠的耶 難怪是100% 嗯 怎麼樣 感覺出來它真的沒有加糖 糖是那種很天然的 讚 欸完蛋了 我今天好像什麼都說好 我們也才第幾個而已 也是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它有一些渣渣在裡面 所以也有一點口感 喝起來算嗎 嗯 它不是 喝起來沒有負擔 對喝起來真的很沒有負擔那種 不愧是存在 我覺得存在他們家的果汁 真的 不太會採 下一個我想要來喝看這個 蘋果菠菜的 這個綜合果汁 聽到菠菜我基本上是不太敢喝 有蘋果應該會 會蠻和諧的 對它是有水 蘋果 菠菜 跟甘蔗 液糖 跟蜂蜜 檸檬 跟柳丁 感覺維他命C很多 對 味道來說的話有點像那個 柳橙汁跟檸檬汁的中間 嗯 好喝嗎 蠻甜的 有點像甘蔗汁的感覺 完全沒有菠菜味 我喝喝看 喔沒有 它柳丁也蠻強的 柳丁跟蘋果 跟檸檬都蠻強的 但是我個人呢 這個兩個比起來 我是比較喜歡這個 而且它這個就是很很原味 好 那現在呢 我們這個泡菜水餃 已經Ready了 請梅根廚師 幫我把它拿過來 我不想動 我不想動啦 哇 上菜了 但它這個氣炸鍋下去的話 感覺上面的那個Q彈感 會不見嗎 外觀看起來的話 感覺有點乾掉 我覺得是氣炸到有點硬 可是我們是按照它的時間啊 180度10分鐘 該不會是雷的吧 不會 蠻好吃的 裡面是這樣子 我覺得這蠻好吃的 好吃耶 它也算是很重口味的一個 非常重口味 非常非常重口味 但是如果以泡菜水餃 我還是比較喜歡吃八方魚 八方魚覺得很辣 有一點辣 哇 可是我覺得它有點太重鹹了耶 我覺得它後面好鹹喔 真的嗎 真的啊 它很鹹耶 好 我這個還好 也沒有到超鹹啊 沒有 它在後面感覺有 感覺是吃到一坨鹽巴的感覺 真的嗎 對啊 全部都是你的口水 這是愛的口水 我也來吃 好吃 我還是愛八方魚雞 反正它完全不辣 它其實蠻好吃的啦 可是我還是覺得它就是偏重鹹的點 但是如果是五顆星去算的話 我應該會給它三顆 如果是以氣炸鍋去做的話 它的皮呢 基本上會變比較脆一點 嗯嗯嗯 對它是完全是變脆的 但搞不好也蠻多人喜歡這種口感 這一款 我覺得是會有人喜歡的 我覺得搞不好還蠻多人都會蠻喜歡 可是對我而言 它就真的太鹹了 因為它吃下去的第一口 你不會感受到那麼鹹 然後你會覺得超級好吃 可是吞下去的那個最後那一口 會覺得喔有點鹹 而且我覺得它聞起來比吃起來更香 最後發現剛剛的那個 它裡面是沒有肉在裡面的 所以美根才說 喔難怪我想說裡面都沒有一股香味 也有可能 但是我覺得它本身就是調味太鹹了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到下一個東西 我超愛吃肉鬆的 這個應該是新的吧 嗯真的沒看過 這真的從來沒有看過的那種 如果這個喜歡吃肉鬆的人 光現在應該就已經開始在流口水了 它是蛋糕 我覺得台灣人比較會吃肉鬆蛋糕 肉鬆蛋糕我真的沒有吃過 我真的只有吃肉鬆麵包 肉鬆麵包超好吃 但是我完全那個時候拿它的時候 我一直想說它應該是肉鬆麵包 結果它是肉鬆蛋糕 喔 這個不會好吃吧 它的這個上面感覺是海綿麵包 然後中間有一層奶油 好吃嗎 你一定不習慣 我覺得它的肉鬆是好吃的 然後它的蛋糕也是好吃的 但兩個配在一起就真的有一點 有可能是我不習慣這個感覺 台灣的麵包店蠻常出這種 沒有嗎 對 怎樣 感覺好像蠻好吃的 嗯 好吃耶 是和諧的嗎 第二口有 第二口 第一口可能是你不習慣 對 喔 發現 我覺得反倒如果沒有這個肉鬆的話 好像就比較無聊一點 它這個肉鬆呢 它就是一點點給你鹹 一點點給你鹹的那種 而且它裡面的生乳超好吃 欸它真的很好吃耶 我覺得你真的一定要試試看這個 喔它肉鬆很好吃耶 對它肉鬆很好吃 好吃對不對 欸我覺得很好吃耶 你咬下去的時候 它那個生乳會爆出來 不會到太甜 然後又是肉鬆去幫你和諧掉 那個過甜那種感覺 對我覺得這個好吃耶 這個長輩應該會超愛 我也覺得 我剛剛第一口吃下去的時候 我想說 嗯 我要不要送給我阿嬤 但我覺得它比台灣麵包店更好吃 真的 蝦頭麵包店的那種 對 真的 主要是它那個生乳也很加分 意外和諧 嗯 好那下一個呢 我們想要來吃這個 Pocky 這個呢 我真的是被它的包裝吸引 對 真的是被它的包裝吸引 而且這個口味很像是 之前就是日本 有些人會帶著伴手禮回來台灣的那種 但後來台灣都有 對後來台灣也都有了 然後這個口味上來說的話呢 是櫻花抹茶口味 櫻花為什麼會有一個口味 欸我覺得它應該不是真的用櫻花的那個味道 那當然啦 但我以前真的以為它是用櫻花的味道 真的假的 這個裡面超多包 有三大包 喔它是這樣子 它一包裡面呢 長這樣 它的這個根是粉的 粉的 它這邊是粉紅色 然後底下是抹茶 然後我基本上我吃Pocky呢 我都是兩根一起吃 太細了 太細了沒感覺 櫻花在哪 櫻花 嗯可是抹茶香很重 嗯 Pocky他們家抹茶香都超重 真的嗎 我記得吃 真的嗎 但是我覺得它說的櫻花味 我覺得是一種香味 嗯我覺得這個口味我真的很喜歡 好像如果要跟一般最經典的巧克力去比的話 我搞不好我會選它 我覺得它比較香 然後它那個抹茶味跟那個甜度都有 就是整個口味的程式感比較多一點 一包的話換算過來大約是12塊錢左右 下一個呢 這個也是很吸到我們的眼睛 哈芝蜜米肉 哎唷 每個人開始秀日文捏 這個呢就是蜂蜜牛奶 因為蜂蜜牛奶 我自己個人一聽到這個名字 我就會很想要點的那種 它一個包裝呢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它裡面是24入 一瓶大概是17塊錢左右 然後它的這個下面有寫說 真蜂蜜無香料 我們來喝喝看 因為說到蜂蜜牛奶呢 問我就對了 看它有沒有很蜂蜜 乾杯 喔 真的是真蜂蜜耶 它那個蜂蜜是真的蠻感受得出來的 喝起來就是規規矩矩 我覺得很適合家裡有小孩的人 嗯 這個完全是在家裡就做得出來的味道 就是你蜂蜜跟牛奶加上去 這樣我覺得你做得更好喝耶 是嗎是比較甜吧 還是牛奶的香味啊 沒有那麼濃厚 因為我比較愛的 喔有可能有可能 對 但就是方便 我覺得也算買對 就是好喝的 但你會再買第二次嗎 應該不會 應該不會 要不要來吃吃看這個 然後它這個上面是寫說 這個是蘋果三角酥 所以是很像蘋果派那種嗎 這我們一開始看到的時候想說 就是嘗鮮看看 對 是有吸睛到啦 但是不知道它會不會好吃 哇超多的 好像什麼月餅啊 嗯 然後它旁邊都是油 所以它這個應該 它聞起來蠻像的 它聞起來很像 可是它應該是熱量蠻高的 跟月餅的概念應該蠻像的 對 因為很多層 這搞不好烤起來會更疏啦 但是沒關係 我們就直接吃吃看 烤的話應該會好吃 沒有烤的話不好吃 所謂的不好吃是 好像沒有什麼特色的 那這個呢 我想說要拿去烤的同時 我們也要去烤這個 蒜香麵包 一定也超罪惡 但是一定很好吃 而且剛剛只剩最後三個 對 它這個只剩三個 代表說它這個應該也算是很熱賣 很熱銷 烤出來了 一個呢 是剛剛的那個蘋果派 跟另外一個的話是 香蒜奶油麵包 這個超級香的 就是做好的時候 味道是整個飄出來的 蘋果醋醋等一下 因為我貓蛇 因為我怕它裡面會把我燙死的那種 我們先來吃吃看 這個 喔 我也要吃 超好吃的 我們剛剛是幾度幾分鐘 160度5分鐘 160度5分鐘各位 剛剛好 超好吃 喔 那個麵包是好好吃的耶 它是濕潤的 濕潤的 然後它外面那個麵包那個部分 脆到一個爆炸 脆到一個爆炸 ASMR 酸香奶油 我們來看看它烤起來之後會變多好吃 非常的酥脆 謝謝大家聽我的這個ASMR 剛剛大家應該很想要直接退訂 哈哈哈 但是呢 這個蘋果酥我覺得它烤了之後很酥 但是 有可能是因為我不太喜歡吃蘋果派的關係 這個很不是我的菜 麥當勞的你也不喜歡吃嗎 麥當勞的蘋果派我也不太喜歡吃 我覺得它蠻酥的 我覺得口感上來說是 是非常的好 如果真的很喜歡吃那種蘋果泥 蘋果醬的話 因為我不喜歡那種酸酸的感覺 因為它本身它裡面的那個蘋果醬呢 它不是蘋果醬 它是蘋果泥 所以如果大家有喜歡吃蘋果泥的話 搞不好會蠻對味的 但是 因為畢竟我自己是覺得蘋果泥 自己本身沒有很喜歡 所以 嗯這個我應該是不會回購 我覺得不算你累 因為我覺得應該也有蠻多人會喜歡 對 好那下一個的話我們想要來蒸蒸看這個掛包 它需要蒸 所以我們先做這個動作 因為它感覺也要蒸個15分鐘左右 它好方便喔 它就是這樣欸 一顆 整顆掛包 欸好可愛喔 我們來看一下它那個肥肉部分 喔 大家我們剛剛差點忘記了 它這個裡面有這個酸菜在裡面 那我們這個酸菜的話 我們就最後再放好 因為我記得酸菜 蒸下來應該會蠻濕的那種 等待 再見 好那我們在等待那個掛包的時候呢 我們就來吃點點心 它這個後面有寫說 用微波爐製作熱熱的千層派 這樣子 你有吃過派濃味嗎 沒有 這應該蠻好吃的 因為它這個派濃味 它就是有點像那種千層餅乾的那種感覺 然後因為我本身也是很喜歡吃巧克力的人 而且它是一個小包裝小包裝 對啊 它裡面長這樣 好脆喔 它的內餡的話是巧克力 然後是那種生巧克力的那種 會融出來的那種 這個大包裝裡面呢 有四代這個小包裝 下一個吃法 我們要拿去微波 我們真的就只有微波一下下而已 感受得出來那個 溫溫 它融化的感覺 對融化的那個感覺 確實是蠻好吃的 這好像也不太需要多說什麼 這個應該有吃過的人 應該都知道很好吃 那我們就進入到下一個 這個是紐西蘭的餅乾 這個包裝我們是從來沒有看過 而且它這個裡面是包裝2公斤 超多的 它是很小的這一種耶 我以為它是大的 它的扎實感超重 而且它蠻有重量的 難怪它這樣是可以堆到2公斤 它裡面長這樣 你看超厚的 它是有白巧克力跟黑巧克力 就是它那個餅乾咬下去的時候 它是整個在你的嘴巴裡面 整個大碎掉的那種 我也沒有很喜歡 太硬的 對 太硬 如果真的硬要形容的話呢 我覺得它有一點點像 香蕉口味高蛋白的健康餅乾的感覺 包含它的這個餅乾的這個部分 它的那個整個口感就感覺說 它是不是為了要做得很健康 所以才變成這個口感 大家懂那個意思嗎 就是通常那種很健康的餅乾 不是都會有比較特殊的口感 我覺得它就是有那種特殊的口感 還好 對 好 大家我們換一下味蕾好了 因為我真的是剛剛吃太多甜的東西 也吃太多甜的東西了 所以呢 好 下一個 這一個 夾心餅乾 然後它裡面有三種口味 這是藍莓優格 然後香草跟檸檬的味道 它的原產地是義大利的 真的喔 對 有夠小的 它很迷你 難怪有八十個 對啊 超級小 這真的滿小的 那我就吃香草 嗯 嗯 欸 很好吃欸 欸 這個必買 等一下 欸 好意外喔 對啊 你剛剛是不是對它沒有什麼期望 對 因為 以前的那種夾心餅我都沒有很喜歡 欸 這個很好吃欸 它內餡很濃 嗯 內餡很濃 這個 但我覺得你的這還好 蛤 那是嗎 嗯 因為我不喜歡酸的 這個可以吃超爆多那種欸 我希望 嘴長的時候千萬不要碰到這一蛋 沒有 我希望它裡面全部都是香草 它皮膜滿酸的 喜歡酸的人也很喜歡 它是真的會酸的那種 它皮很酥脆 滿酸的 哇 欸 好酸喔 欸 不愧是外國人的口味 嗯 香草最好吃 大家這個真的很可以買 截圖各位 好 下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呢 是靜騰選的 果然它的眼光就是跟我不一樣 好 為什麼 我絕對不會選這一個 有看起來很不好吃嗎 這看起來過健康了 喔 欸 它是這樣欸 跟我想像的完全不一樣 可是它的味道跟台灣的新的豬 完全不一樣 它真的很大顆欸 一整顆在裡面 對啊 一整顆在裡面 這很像還好欸 你太不會挑了 太硬了 越嚼越香 嗯 對 越嚼越香 一開始就覺得還好 但可有可 大家 我們的瓜包好了 欸 超香欸 我覺得我們就是少了花生粉 台式就是要加花生粉 肉看起來超好吃的 大家不得不說這個真的看起來太好吃了 它的肉超嫩欸各位 因為掛包最怕遇到就是那種很硬的肉 對 很柴很硬的肉 整個就會不好吃 我只能說這個品質絕對不是可以在家裡自己吃到的掛包 好好吃喔 欸 它不是那種油膩的那種肥肉 而且它肥肉跟瘦肉的比例很好 老實說我們現在有點飽了 我們還可以感受到這麼美味 它是真的很美味 如果我們現在超胃的情況之下 吃這個的話應該會直接上天堂 因為有時候我吃掛包 可能會最後那個皮會剩很多 但是這個是剛好我 吃得下去的 裡面我最後一口還有肉 它的肉是給的很大方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進入到最後的環節 就是各自選出我們今天的Top3 好 我的第三名的話呢 這個蛋沙拉 這個潛水堡 這個超好吃 這個真的是可以買 第二名是它 第一名的話呢 就是我剛剛吃完的掛包 你的第二名跟我第一名一樣欸 這個兩個真的是 在今天的這一些裡面是 真的是有浮出水面 你的第三名是什麼 你是這個 對 因為我剛剛越喝 我覺得越好喝 然後我覺得我很像 比較沒有這麼喜歡 這麼濃稠的 我反而覺得 這一種比較不會喝膩 喝起來就是有一種那種 芹菜汁 就是感覺你在喝一個健康的東西 但是它是有蘋果 有其他的那種水果在裡面 所以喝起來是好喝的 所以這是你的回扣餅第三名 對 然後喝起來就感覺自己身體很健康 好啦 那今天的這個好市多大開箱呢 也就差不多到這邊了 對 那希望呢對於 有想去好市多挖寶們 有一些參考價值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邊了 那如果大家有喜歡的話呢 就記得幫我們按讚 還有訂閱跟旁邊小鈴鐺 OK 那我們就下週再見了 大家see ya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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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